欢迎来到我们的今日六度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杨俊 今天我们有几个重磅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 突尼斯的主要反对派联盟国家救国阵线宣布 除非现任总统K线释放所有政治对手并恢复司法独立 否则他们不会参加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 这一条件提出突显了突尼斯政治局势的紧张 接下来来自加拿大的好消息 十一家瓦伯旗下的Dominion商店的全职工人经过新协议的签订 将在五年内看到时薪增加4.5家元 这被认为是Dominion工人有史以来最大的工资增幅 劳工专家称之为重要胜利 最后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考虑一项新的体验 禁止三岁以下的儿童使用屏幕以对抗过度连接问题 这份报告还建议禁止11岁以下儿童拥有手机 以及禁止15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 这一提案引发了儿童健康和发展的广泛讨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突尼斯政治局势紧张 对抗声望不断升高 对据多伦多新报的报道 突尼斯主要的反对联盟国家救星阵线已经表明 除非总统凯斯赛伊德释放政治对手并恢复司法独立 否则他们将不会参加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 自从赛伊德在2021年暂停国会和重写宪法 集权于一身以来 超过20位政治对手已被起诉或监禁 反对联盟对选举的公平性表示担忧 并设定了提出候选人的条件 包括释放被监禁的政治人物 重新开放爱纳达党总部 确保选举委员会的中立性和独立性 以及恢复司法系统的独立性 人们普遍预计赛伊德将在总统选举中绝逐 该选举可能于9月或10月举行 在加拿大纽芬兰劳工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环球邮报》的报道指出 位于纽芬兰的11家劳博旗下的 等命连商店的杂货工人 已经批准了一项新协议 该协议将在五年合约结束时 将全职工人的工资提高4.5加元每小时 代表工人的工会Unifor表示 这是Dominion工人有史以来建过的最大工资增幅 这项协议延续了Unifor去年 为多伦多Metro工人成功谈判的新合约的模式 Unifor承诺将这一模式带到未来几个月 更多的杂货店中 在娱乐产业中女性的影响力越来越受到重视 根据雅虎美国版的报道 Fariety最近发布了 《新年度纽约女性影响力报告》 点亮了过去一年 在娱乐行业产生显著影响的女性 报告涵带了音乐、音乐、电视、剧院等多个领域的女性 包括在流媒体服务谈判授权教育处发挥关键作用的国家音乐出版商协会 执行副总裁 巴尼奥拉·威尔伊纪录片《马里·乌波尔的20天》赢得奥斯卡奖的前线编辑总监兼执行制作人 Rainey-Evanson、Rath以及监督了一系列纪录片制作的 Imagine、Archumentary总裁 Sarah Gornstein 报告还突出了其他在各自领域发光发热的女性 UNBC Universal娱乐部门主席 Francis Berville知名演员 Terry Cooney及外交官的节目统头 Debra Kander 此外报告还提到了 在密着担任全球时尚合作伙伴主管的 Eva Chenkan & The高管 和Aleth Mattelens Macon 以及Spotify北美标签合作伙伴主管Monika和Areton Marsha 等人 纽约女性影响力报告展示了女性在娱乐行业的成就和贡献 并凸显了在促进性别平等和多元化方面取得的进展 在当今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各国政府和政治人物都在积极寻求解决方案来应对社会和技术的挑战 从法国总统马克龙考虑禁止三岁以下儿童使用电子屏幕 到美国共和党人为了政治目的而阻挠政府计划 再到特朗普对于重返总统宝座的计划含糊其词 这些不同的行动和提议揭示了当前全球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根据Telegram高法法法和国总统马克龙正在考虑一项禁例 禁止三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电子屏幕 这项提议源于一份由爱丽社工委托的报告 该报告还建议禁止十一岁以下的儿童拥有手机 并禁止十五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 报告警告称儿童的超连接现象对他们的健康发展 以及社会的未来带来了严重后果 专家们还呼吁限制在产房使用手机和电视 并禁止在托儿所使用电脑和电视 以保护儿童免受过度数码暴露的影响 在美国政治角力也在不同的领域展开 根据Yahoo!US的Model Blog 共和党人正阻挠或削减那些可能让总统瞧 拜登看起来有成就的热门政府计划 即使这意味着他们的选民会受到影响 例如共和党人让价值142亿美元的 Affordable Connectivity Program到期 该计划原本为2200万家庭支付互联网费用 他们还削减了拜登的癌症登月计划的一部分 21世纪治愈法案的资金 此外共和党人还对一项涉及延续特朗普时代 对企业的税收减免和扩大儿童税收抵免的两党税收抵免的两党税收抵免的两党税收协议持反对态度 而在WASHINGTON POST的一篇分析中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次采访中 对于他如果再次当选总统计划做什么显得含糊其词 依赖于修辞来避免回答问题 特朗普的非承诺是回答表明 如果他再次当选 其任期将更多的受到周围人的驱动 而不是基于具体的政策承诺 特朗普表示他将使用地方执法部门进行驱逐工作 并表示他将没有问题使用军队 尽管他认为国民警卫队就足够了 他还暗示将建立拘留营 并承诺如果以色列与伊朗开战将保护以色列 与伊朗开战将帮助乌克兰 但坚称欧洲也必须参与 这些报道和分析反映了当前全球政治环境关键问题和挑战 从保护儿童免受数码技术过度暴露的影响 到政治决力对政府计划的影响 再到前总统的政策含糊和依赖于周围人的决策方式 这些现象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住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 这些行动和提议的背后 是对于如何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找到最佳入境的持续探索和辩论 在美国大学校园内 一场关于以色列在加沙战争的抗议活动正在蔓延 这场运动不仅揭示了美国社会的深层分裂 也对总统乔拜登试图重建其2020年胜选联盟的希望构成了威胁 据CNN报道 随着抗议活动的加剧支持以色列的民主党人 现在正敦促拜登总统更有力的回应大学和大学中的反犹太主义事件 这些呼声与共和党人包括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立场相呼应 他们将这些日益激烈的示威视为白宫内部无能的标志 随着抗议活动的深入 一些大学官员甚至考虑取消毕业典礼 而拜登试图维持一个统一阵线的能力 正面临着瓦起 白宫在一个周二的声明中似乎采取了一个更加强硬的态度 当谈到抗议者在哥伦比亚大学夜间占领一座学术楼时 白宫国家安全通讯顾问约翰科比向记者表示 总统认为强行占领校园内的建筑绝对是错误的做法 这不是和平抗议的示范 一小部分学生不应该破坏其他学生的正当学习体验 在英国埃福顿足球俱乐部的未来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据电讯报 由于777合作伙伴收购进程的延迟 埃福顿已经开始与债务重组专家进行谈谈 这场讨论是在777未能按时向俱乐部 提供1600万英镑约2200万美元的贷款已支付4月的工资 以及该公司在澳大利亚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绑子倒闭之后进行的 这些最新的发展是在为了防止埃福顿进入管理 而授予的1600万英镑贷款的还款期限延长之后发生的 在商业界一些公司正在通过高层任命来支持其转型计划 据Yahoo US 鞋类公司K数月信息进行了几项高层任命 以支持其转型计划 艾恩·史密斯被任命为市场营销高级主管 乔其多成为新的运营副总裁 而萨米尔·瓦利亚·蒂姆·西汉和丽莎·帕尔玛 则被任命为批发代表 K数月信息在中国扩张 已在该国开设了60家门店 沃尔弗林全球公司任命代夫拉奇纳为首席法律官兼公司秘书 拉奇纳在沃尔弗林全球公司工作了16年 自2024年1月起担任公司的临时总法律顾问 目标公司则宣布迈克尔·菲德尔克 自2月4日起担任公司首席运营官 菲德尔克自2019年以来一直担任首席财务官 并将继续担任这一职务 直到找到机体人选为止 这些新闻事件不仅展现了政治和商业领域的动态变化 也反映了社会深层次的分裂和转型 无论是在大学校园内的抗议活动 还是在商业重组和高层任命中 我们都能看到一个共同的主题 变革 这些变革既带来了挑战 也提供了新的机遇 而如何应对这些变化 将决定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人们不断地寻找灵感和动力 来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从好莱坞的老牌明星到运动员的转队 再到远在一朗的商业巨头 每个人的故事都蕴含住深刻的意义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个人 如何在逆境中找到出路 还揭示了社会和文化 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首先来自Yahoo!US的报道 带我们走进了73岁的好莱坞演员 Tommy Danzer的生活 当则以其对早晨锻炼和日常血日进池 展现了即便在老年 也能保持身形和自信的重要性 他说 我在这个行业里快50年了 无论是面对镜头、做访谈、上电视 没有一次是没有先锻炼的 这不仅是一个关于健康和自愈的故事 也是关于如何随着年龄增长 而不断适应和改变的故事 在一个截然不同的背景下 Associated Press报道了伊朗商业巨头 Baba Sanjani的命运转变 Sanjani因非法销售石油而积累了巨额财富 但后来被判处死刑 这一判决最终被改为20年监禁 原因是他归还了21亿美元的资产 这一事件不仅凸显了伊朗在美国制裁多年后迫切需要收入的现实 也反映了法律和道德在商业行为中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 Yahoo US的另一天报道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体育世界 讲述了前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防守后为大学防徽至密西根州立大学的故事 沃泽作为一名五年级的资深生 在选择密西根州立大学而不是阿拉巴马大局时 展现了运动员在职业生涯中面临的选择和转变 他在2022赛季的表现 包括28次总情报 6次防守成功和一次强迫失误 以及在2023赛季的33次情报 以此拦截2次强迫失误和4次防守成功 都是他不断追求卓越的证明 这些故事无论是来自娱乐圈 商业界还是体育界 都向我们展示了面对挑战和变化的不同方式 Tony Dan则通过日常锻炼和写日记保持活力 巴巴克桑仗里在面对严峻法律后果时选择了合作 而Edward则在职业生涯中寻找新的机会 这些故事不仅是关于个人成长和适应的 更是关于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寻找和保持自我定位的故事 在NBA的世界里每一个赛季都充满了激烈的竞争和不可预测的转变 而这一年波士顿凯尔特人对Barsson Celtics和Brad Stevens精心策划下 表现出色以联盟最佳的常规赛战绩脱颖而出 来自多伦多新报的报道 激世的西芬姐如何被选为NBA也年度最佳执行官 这是他第一次获得这个荣誉 值得注意的是 这也是他作为凯尔特人篮球运营总裁的第三个赛季 球队以64胜18负的骄人战绩结束常规赛 这在凯尔特人队史上排名第四 西芬将这一成就归功于球队拥有者的支持和资源 以及球员教练前线办公室和支持人员的奉献 美联社的报道进一步强调了 细一步强调了细分子成就 指出他的这一奖项是由联盟各队篮球执行官组成的小组投票产生的 在这场竞争中 他成功超越了俄克拉和马城雷霆队的 三菲西和明尼苏达森林郎队的Tim唐利亭·康尼 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 这一荣誉不仅证明了 斯蒂芬在篮球战略和队伍建设方面的卓越才能 也展示了他对于凯尔特人对未来成功的认谨和努力 而在另一个我将使用他 而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也在面临自己的挑战 根据《环球邮报》的报道 加拿大的电子间谍机构 通信安全机构CSE正面临着如何确保 其网络行动符合国际法的重大法律风险 国家安全和情报审达机构的一份报告指出 CSE的防御性和主动性 网络行动需要更清晰的界定其与国际法的遵从性 防御性行动旨在防止外国的网络威胁 轻入政府系统 而主动性行动可能包括禁用外国恐怖组织使用的通讯设备 该报告建议CSE与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共同评估适用于这些行动的国际法律体系 并确保其行动符合国际法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报道 一个来自体育界 另一个来自国家安全领域 都凸显了在各自领域内追求卓越和遵守规则的重要性 无论是在篮球场上的策略布局 还是在国际间谍活动中的法律遵从性 背后都体现了对于专业性和责任感的追求 布拉斯比兹的成功不仅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肯定 也是对于整个凯尔特人队和支持他的团队的肯定 而对CSE的警告则提醒动的法律和道德边界 这些故事无论是在体育场上的辉煌 还是在国际法律的严格框架下 都提醒王在追求卓越的同时 也需要时刻保持对规则和责任的敬畏 谢谢您的收看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专业要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R Brief 康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6度简报